近日,网上传言霍启山之球蝶后张雨菲的消息,成为舆论的焦点。 很显然,大家都认为张雨菲是下一个郭晶晶。 霍启山是香港或是家族商业方面的掌舵人,同时也是香港族协主席。 他的哥哥就是奥运冠军郭晶晶的丈夫霍启刚。 要说霍启山的条件,真的算得上是白马王子。 40岁的他,英俊潇洒,风流倜傥,关键是多金。 虽然已经是不惑之年,但长相上依然非常年轻。 40岁的霍启山与25岁的张雨菲,怎么产生绯闻呢? 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亚运会的比赛。 霍启山陪同父亲霍振婷来到杭州亚运会, 也被大家疯传是霍振婷为霍启山添席张雨菲的比赛。 霍启山必定到场观赛助威。 有一次,霍启山还跑到颁奖仪式现场,与张雨菲握手。 亚运会之后,张雨菲转战匈牙利布达佩斯。 霍启山又一次出现在现场。 霍家被称为香港四大家族之一,拥有数百亿的资产。 霍启山的爷爷是富国籍人物霍英东。 在霍家,霍英东一直用严格的标准来教育自己的儿孙。 霍启山出生于1983年,从小就跟着爷爷四处考察, 在年幼的时候就被送去国外读书了。 接受西式教育的他从小时候就见多识广,也因此深受爷爷的喜爱。 每次霍启山从英国读书归来时,爷爷都会亲自带着他去内地,以此来增长他的见识。 后来,凭借着优异的学习成绩,霍启山进入了伦敦大学国王学院, 并在家人的支持下,选择了金融专业进行学习。 大学毕业后,对金融十分感兴趣的他并没有马上回到国内接管家族企业, 而是选择留在华尔街,做了一名投行,专门帮助想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后,2007年,霍启刚回到中国香港,开始接管家族企业, 很快,一个女孩走进了霍启山的世界。 2004年,21岁的霍启山受邀参加《摩纳歌王室》的一个慈善晚宴。 彼时,25岁的张子怡凭借在电影《卧虎藏龙》的优秀表现,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。 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这么重要的国际场合。 虽然此前已经在国际上有点小名气,但是在这种国际场合上, 安安静静地不说话或少说话还是比较稳妥的。 好巧不巧,霍启山一个抬头看到了对面害羞还有点紧张的张子怡, 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子遇到了同样意义发光的霍启山。 就是这一眼,霍启山开始对张子怡发起了猛攻, 很快俩人就走到了一起,虽然是相差四岁的姐弟恋, 可第一次感受到恋爱的滋味的霍启山才顾不上那些。 熟悉张子怡的人都知道,这是一个会把自己的野心写在脸上的女人。 第二年,张子怡迎来了人生的巅峰时刻, 她站在了奥斯卡的颁奖礼上,成为了奥斯卡终身评委。 这个荣誉是每一个女明星都梦寐以求的。 之前还在质疑张子怡配不上霍启山的那些人, 瞬间就对张子怡高看了一眼。 所以充分享受到事业带给她的骄傲之后, 张子怡很难出身。 对她来说,只有踏踏实实地做好一名演员, 才是对命运最好的馈赠。 而这时候的霍启山, 也在面临着人生新的挑战。 这样一来,张子怡和霍启山两人就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, 那就是到底要如何相处。 越来越忙碌的生活和越来越少的见面, 导致她们的内心发生了些许变化, 而分手成为迟早有一天会发生的事情。 对于张子怡来说, 这一切很正常, 她已经完全适应自己身处的复杂世界。 但霍启山就不一样, 这是她人生中最纯情的爱恋, 说不定在这段恋情中还憧憬过未来。 如果就这样分开了, 实在是很难以接受。 然而就在她们交往两年之际, 这个霍启山最害怕的结局还是来临了。 2006年, 她们在和平中结束了长达两年的感情。 张子怡始终还是错失了嫁入豪门的好机会, 但没有遗憾和悔恨, 她生来就不是走家豪门做阔态这条路的人, 纵观她的情史, 并没有为了嫁入豪门而做过什么牺牲。 张子怡为什么会吸引汪蜂, 不是因为她多漂亮, 多温柔贤惠, 而是她自始至终都知道自己要什么。 张子怡可以潇洒走出来, 但霍启山却很艰难。 霍启山忍痛为这段恋情话上句号, 并且告诉自己, 从此以后我斩断红尘青丝, 致死心如灰烬。 一夜之间, 霍启山成熟了很多, 也开始接受自己的身世背景。 2011年, 经常流连于酒吧的霍启山遇到了一位叫做丽亚的女魔, 来自东乌斯洛伐克籍, 年仅8岁就当上了模特, 16岁就去了香港发展。 虽然霍启山见到的来自各个国家的美女不在少数, 但丽亚却获得了霍启山的特殊对待, 自从她倾心于丽亚后, 简直就像变了一个人, 不在经常流连于酒吧这种灯红酒绿的地方, 甚至还开始修身养性了。 父亲看到自己儿子这么上进, 心生安慰, 便把自家企业也一并交给了他, 希望他和哥哥能一起打理好公司事务。 霍启山进入家族企业之后, 并没有马上担任总部高管, 而是甘愿放下身段, 逐步了解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部门, 对自己份内的每一份工作也都尽心尽力地做到最好。 后来, 恋爱四年的霍启山有了结婚的想法, 还有媒体爆料, 他买了邻近海滩的豪宅准备向丽亚求婚, 只因为女友喜欢阳光和海滩, 于是他便买下了, 亲手送到他面前。 只可惜, 两人最终也并没有修成正果, 因为霍启山的奶奶比较传统化, 并不喜欢外籍模特做儿媳, 于是, 这段感情也便就此中断。 与外国女友丽亚分手之后, 霍启山逐渐明白自己与普通人终究是不同的, 只有接受自己强大的身世背景, 为企业做出贡献才是最重要的。 霍启刚目睹弟弟能够将心思回归家族企业, 兄弟俩未来携手, 顿时更是信心倍增。 在之后的家族发展中, 霍启山确实和霍启刚一条心, 做了很多时事, 很多重要的场合都不再是霍启刚行指单影, 经常可以看到霍启山相伴左右, 不过即便如此, 却还是有些不合时宜, 因为此时霍启刚的身边有了郭晶晶的陪伴, 看到哥哥获得家人芳心, 他的内心挺不适滋味, 因为正值青春年华, 哪个少年不钟情, 就在霍启山郁闷之际, 一个女孩让她有了一点心动的感觉, 这个女孩便是何鸿燊的女儿何超莲, 同样身于香港豪门的何家与何家事事交, 正因如此, 两家也时常聚在一起, 所以, 霍启山和何超莲自小便是青梅竹马, 但两人从来没有超出友情以外的其他感情存在, 何超莲女大事八变越变越好看, 霍启山则是英俊中多增添了几分成熟, 这样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, 难免会动心, 不巧的是, 当时何超莲正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恋情, 2015年, 何超莲宣布与吴克群分手, 他这样写道, 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流泪, 我不会记恨, 我要往前走, 不会再执着一切真真假假, 要想让自己走出情商, 唯一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身边有一个人, 在这段之爱时刻, 是霍启山陪伴在何超莲的身边, 安慰他支持他, 当时大家总是能够从很多报道中看到霍启山与何超莲走在一起, 可即便是这样, 依然没有等来他们相恋的消息, 何超莲走出失恋的阴影之后, 霍启山也悄然离开了, 彼此不留任何痕迹, 唯独让坎坷叹息, 其实回过头来看, 何超莲和霍启山根本不适合在一起, 霍启山比何超莲大了八岁, 这个年龄差距势必会造成一定的思想落差, 加上他们的家庭关系, 反而让他们更没有这种想要恋爱的想法, 所以何超莲更多的是将霍启山当成是知心哥哥, 霍启山也早在几年前就明白, 得不到的不如放手, 不过这么多年, 他们一直保持着很好的朋友关系, 如果可以等到携手供白头的那个人, 再等十年又何妨, 他以前不明白, 自己为什么要被曝光在聚光灯下, 为什么自由就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, 现在他终于懂了, 是因为社会上有很多人正在看着霍家, 作为霍家子孙, 一举一动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, 霍启山曾经的绯闻女主角都找到了自己的幸福, 只有他仍旧一直孤身一人, 也因此, 他反而在事业上面有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, 可以更好地在事业上大展身手, 把自己的家族企业推向新篇章, 霍启山如今除了企业做的风生水起, 还积极参与慈善事业, 帮助了不少困难的地区和家庭, 还成立了一个组织, 专门帮助香港地区的青年区大陆更好的发展, 为他们搭建了一个便利的桥梁, 相比于霍启刚的沉稳和内敛, 霍启山似乎更加开朗和接地气, 所以为了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, 霍启山需要付出常人的很多倍, 人们对向霍启山的印象停留在花花公子形象上, 觉得他根本没有能力继承霍家, 做霍家的接班人, 但如今的霍启山, 却是大变样, 无论是父母, 还是企业的工作人员, 都对霍启山在商业上的建设刮目相看, 同样霍启山的变化, 也引发了外界许多的猜测, 他是不是为了争作继承人, 才有了这么大的转变, 实际上, 只是霍启山在情路上的履历太丰富, 而让大家忽略了他的实力而已。